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投资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未来的产业结构 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建设数字辽宁制造强省 建立项目滚动推进机制 在项目谋划上精准发力 在项目实施上攻坚克难 一季度全省各地一大批重大项目 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开复工 我先是在盘金港荣兴港区 30万吨级原油码头配套设施工程的项目施工现场 在项目现场装基础部分的施工已经全部完成 正在进行办公楼和消防水罐部分的施工 码头投入运营后 附地的重点石化企业原料通过海运通道将全面打开 并将推动盘金世界级石油化工 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建设的步伐 在盘金世界500强企业利安德巴塞尔投资的项目 兵器集团投资的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 辽和储气库群等一批大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盘金市今年计划实施项目550个 总投资3255亿元 预计到3月31日全市开工项目将达到312个 开工率56.7 一季度预计完成投资70亿元以上 红米增长15% 我现在所在这里是嘉玉集团投资5亿元建成的 复新清洁能源产业基地 之前嘉玉又投资了120亿元建成了清能产业基地 为复新新能源示范基地建设在天强劲引擎 我们这次又做这个产业基地 等于二次投资又做了一个新能源的产业项目 这个项目估计资产投资超过20个亿 总投资在5年内会达到120个亿 复新市紧紧抓住建设辽西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辽西融入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等重大机遇 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食品深加工 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生态环保等领域的项目建设 全年计划完成新开工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200个 竣工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120个 围绕固定增长投资增幅15%这个目标 以问题为导向为项目做好服务 积极营造抓投资抓项目的浓厚的工作氛围 这里是丹东市振兴区汤池工业园区 我身后的东北亚农产品交易中心正在火热建设中 交易中心一期工程建成后 这里也将成为辽东地区新的农产品交易平台 丹东地区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良好的交通优势 便捷的物流让我们坚定了在丹东投资的细心 在辽宁投资的细心 今年丹东市计划实施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329个 重点实施总投资75亿元的丹东国际金融商贸会展城 总投资30.7亿元的辽丰食品肉鸡全产业链集群等一批大项目 实行项目问题清单机制 督处各县市区经济区抢抓项目开工黄金期 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这里是本西高新区前高浦神农大街 我身后是投资4.5亿元的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项目 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打装的一个基础作业 预计于今年年底交付使用 届时将有20余家研发企业入住 60余家制造业企业入住 将带动3000余元的就业 今年本西市围绕钢铁冶金装备制造 精密铸建等产业集群建设 建立市级领导包保100个重点项目责任制 重点推进本环宽高速公路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新型建筑材料产业园等74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复工项目127个总投资362亿元 计划在5月底前实现续建项目和上半年逆开工项目 全部开工建设 8月底前实现下半年逆开工项目 全部开工建设 开付公率达到100% 我现在是在调兵山市城南经济开发区 在我身旁辽宁尚微应用防护手套 二期项目正在开工建设 2021年能实现 PVC和丁青手套100亿只 产值40亿 实现绿税5亿元 铁岭市滚动推进一体实施高质量项目群 一季度开复工500万元以上项目67个 全年计划开复工项目341个 总投资605亿元 我们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 积极推进已落地项目前期工作 加快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盘达校 本台综合报道 本台综合报道